似乎已经闻到了待救者气味 朝着航管来准备前进 搜救犬灵活穿梭在废墟中 用灵敏嗅觉立刻找出躲藏的人员 新竹市专属的毛英雄培育基地正式启用 模拟大范围的快速性的搜索 28号举行启用典礼 新竹市长郭鸿安 也替两只通过国家MRT救援能力认证的搜救犬 授予一线四星阶级章 新场地落成后也将是全台第三座搜救犬专属训练场 那过去的话全台湾只有这个消防组在南投 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消防局的训练基地 所以常常呢我们的搜救犬要进行特种搜救训练的时候 都必须要舟车劳盾 因为台湾位于环太平洋立正带上 新竹市更有两条断层在通过 市府今年也持续精进灾害搜救两难 其实在搜救这方面呢 真的是非常仰赖搜救犬的努力跟能量 除了展现搜救队培训成果 未来也将在新场地培育更多专业搜救犬 加入国内甚至国际救灾行列 TVB新闻陈世明新竹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